老子就是天赋里第一大神探 苏大能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老子对女人过敏 我好歹是个唐家大小姐 太过分了 我哥就是这么点钱吗 我一定要亲手把哥哥找回来 你以为换了个身份 就能把过去的一切都抹去了 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大小姐的事 一枪打爆我的头 一天那头花怎么这么多 不会 只想要我的人 不要我的心吗 苏子权 你看老娘洗澡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感觉 那具被烧焦的尸体 一定有问题 这个人有嘴滑舌心属不正 大少爷的事 跟他肯定脱不了关系 这怎么看都是一出谋权篡位的好迹 我应该叫你一声 秦峰 你是不是也喜欢像老板娘这样的女人啊 只要紫霄姑娘你开心 花多少钱我得了 我虽然过目不忘 可是我连自己是谁都不懂 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了 这魔术是针对的不是我们了 是唐家 傻白天和关西莲怎么办 宋子权呢 我完全换他 你是我的家人 是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 我便看不到见 想不出了 这是你 我的家人 好 大少爷 好 我